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陸多位網友周日在微博上傳圖片說 早上北京上空不滿其印雲彩 乃志不祥 以為地震雲 引起網友關注 河南駐馬店是一名女巴士司機 日前開車在路上行駛時 到紅燈路口停車竟然拿出西瓜吃 當綠燈亮起時 大不顧乘客安全單手駕車 一邊開車一邊吃西瓜 甚至在吃完後還將西瓜平整出窗外 有乘客將整個過程拍下放上網 網民犧牲女司機吃得過癮 但全車的乘客被嚇得滿頭大汗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